大家好 首先感谢各位 上一期有个地方对我指证 应该是念成一页 我念成了四页 我以为一直以为是放肆那个四 其实我错了 一直以来我的错了 所以感谢各位对我的指证 让我又学到了 真的是活到了学到了没有错 好我们今天的话题 我就是说德国政治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德国发生的事情 其实跟中国有间接的关系 因为在特别是在经贸方面 我认为德国和中国联系非常紧密 欧盟有两个大国 一个是法国 另外一个是德国 对吧 法国的政治影响力 可能要比德国更大 因为它毕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 而德国不是 但是德国是欧盟的经济第一大国 所以这两个国家在欧盟之内 因为英国已经脱欧了 所以欧盟只剩下两个的大国 就是法国德国了 德国的政治走向 那会影响到整个欧盟 整个欧盟的政治走向 又跟中国有息息相关 对吧 毕竟刚才说了 德国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很紧密 而欧盟跟中国的经贸关系也相当的紧密 而且中国已经超过美国 成为欧盟的第一大国了 贸易第一大国 所以我们今天说的德国的政治走向 跟中国有间接关系 今天咱们这个话题是说德国今年9月份 谁有可能成为德国的总理 今天的话题是关于德国政治的 主要就是德国今年9月份要举行德国大选 那今年9月份谁会当德国总理呢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前天也就是礼拜天 德国公布了一个民调大选的民调 这次令很多人有些意外 是这样德国绿党第一次成为 如果是按照今天这个民调 第一次成为德国第一大党 已经超过了其他所有的传统的大党 绿党本来应该是80年代末 90年代初的时候 是一个名不经传的非常小的政党 但是后来它一路一路发展 一直变得越来越壮大 而现在甚至变成了第一大党 所以令很多人感到意外 最主要是这次绿党 他推出了一个候选人 是个女性候选人 可能他在他们绿党当中 他会威望比较高 所以一推出来 他这个党的民调马上搜索往上升 一举超过了原来默克尔最大政党 叫基督教民主联盟 缩写为基民盟 这次民调绿党他获得了28% CDU也就是基督教民主联盟 只有21% 已经相差了7个百分点了 原来另一个传统的人民党 也是能够代表人民意志的叫社民党 他在这次民调当中只获得13% 非常低了 创新低 其他的党派大概都在10%左右 比如说有个德国的选择党 选择党在德国的媒体当中 或是很多普通人当中 认为它是一个极右的党 但是有的德国人又认为它是一个爱国的党 说到这里爱国和德国 我想说说德国这方面的情况 大家可能不相信 在德国是不能够公开 大声的说你爱国的 因为德国有不光彩的历史 所以它等于是从一个极端 走向另一个极端了 二战之后 德国做了很好的反思 但是导致了整个从教育开始 就不能够说你是爱德国的 你是爱德国 你就是有纳粹的倾向 你是爱德国 你就和希特勒能够划上等号 所以就非常危险 所以在德国如果你是爱国 你说爱国 那就是政治不正确 所以不能说 那么选择党它就打着为了德国的利益 而打拼这样的口号 所以他一出来就被很多的政治人物 特别是极左的 还有媒体他们讨伐 但是从选择党产生以来 他就得到了至少大概10%左右的人的认可 所以一直以来他就在10%左右 特别是2015年那个默克打开国门 接受难民之后 他的支持率就很高 这几年又稍微低一点 我相信可能到今天9月 也会在10%左右 甚至更高 另外就是一个是自民党也超过10%了 还有另一个党就是德国左党 左党这次民调是7% 这几年左党不温不火 一直是这样 原来还好一些 听说这左党里面有很多是原来 东德共产党的一些成员 后来德国统一之后 这个共产党不知是不是非法化了 还是就这样解散了 反正德国我没有找到德国共产党的信息了 德国共产党在东德是1968年又成立了 然后德国统一之后 可能就这样消灭了 不知道 但是马克思列宁党在德国还是有的 每一个其他大的党派都不想跟德国的左党 因为它毕竟前身有所谓共产党人的历史在里面 所以在德国是不政治正确的 政治不正确的事情 话说在西方有非常多政治不正确 或是有非常多事情要注意政治正确 否则很多事情你一旦政治不正确 那你就不能说不能做 如果你说了做了就是冲破了一个禁忌 我们回到这个民调 这次德国绿党第一次成为了 如果是按照这个民调是德国第一大党 是破天荒的事情 将来就会成为德国的女总理 就像现在默克尔一样 所以西方现在是这样碎片化 原来我来德国的时候 德国有的时候是一个党 最多的时候是两个党在执政 因为那时还有所谓的人民党的说法 那时好像就像现在的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一样 它是精卫分明 德国当时也一样 德国有个社民党 刚才说了 它主要是倾向于保护工人利益的 就是工人阶层的 劳动阶层的 另外一个是基督教民主联盟 基民盟 可能它主要是代表比较保守的势力 还有一些企业主的利益 所以这两个党派 他们的选民也是精卫分明的 所以当时一般来说 可能一个党就可以能够得到49% 50%的选票 但是现在不行了 现在我们看到刚才说的 绿党得到28%的选票 假如当选的话 他离50%离席位过半海相差很远的地方 所以他必须要拉另外一个党进来 我们看下一个党 那就是基民盟了 基督教民主联盟 21% 两个党加起来49% 也许他席位过半 也许不会 也许还要拉第三个党进来 到时执政就困难多了 因为毕竟有三个党在里面 有很多 每个党派 他有自己的党的党章 对还有一些党的政策 它跟另外一个党是不一样的 所以倒是在政府当中 组阁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各种各种矛盾 其实就是说 你的党派越少党派执政越好 最好只有一个党 一党独大的执政 那是最舒服的 如果是绿党推出了总理 他真的能够执政的话 那对德国意味着什么呢 今天我去看了一下 绿党这个人物叫Babock 我不知道汉语 他的名字怎么翻译出来 我去看了一下这位绿党推选的 候选人的他的生平警戒 他的履历 他的经济政策其中有一点 他觉得我们应该少吃肉 少生产肉 这点我是不同意的 虽然我自己不吃肉 或是我吃的很少 但是我觉得吃肉和环保 有直接的关系吗 因为这些人这些白左分子 他们都认为 比如说动物它有生命 不应该宰杀 所以人类不应该吃肉 像这样的逻辑 如果是按照我 我说这植物它也有生命 对吧 动物有命 植物就没有命了 植物的命也是命 对吧 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 有些西方的白左 走偏了 还有第二点 关于高速公路的 小伙伴们 我在这里澄清 德国有个你们听信的 德国是有个谣言 你们听说德国的高速公路不限速 是真还是假 我只能说是大概对了一半 我认为超过50% 现在德国的高速公路都是限速的 也就是可能不到一半 德国的高速公路不限速 不限速的高速公路 我觉得开起来很爽 我认为 反正我不太喜欢 比如说你就是开100公里 或者120公里 有时候就这样 反正高速公路一辆车也没有 你也只能这样开 那种感觉就是被束缚那种感觉非常不好 而绿党的人 他是认为他说德国要引进高速公路限速 这个条款 而德国汽车工业原来如此能够发达起来 我认为与德国高速公路不限速 有一定的关联 因为不限速你开多快都可以 可以是你的车对吧 可以是测试牛的技术 而且如果你可以开得快 德国那种大马力的车就更好卖了 对吧 但是绿党的这个人 他希望德国今后引进最高速度 只能够是每小时130公里 虽然在全世界如果是限速的话 130公里是最高了 但是我相信很多德国人肯定不同意 因为大家自己惯了 已经习惯了高速公路不限速了 我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们 看我的视频的 多少小伙伴们来到德国 在德国开过车 开过德国的高速 如果你真的开过 你有胆量的话 你肯定会特别喜欢 德国的高速公路不限速 我就是一个赞成不限速的人 因为按照统计数字来说 德国的高速公路 其实它发生事故的 概率非常小 德国每年我不知道 我现在没有具体的数据了 反正没有错 我说的没有错 反正每年只有几千人交通事故死亡的 在高速路上面更少了 因为大部分都是在城里面 可能就是30公里50公里区 有很多其实是自行车的 他这样比如说摔跤了 或者不小心撞着人了 就这样死了 但是真正的事故 在高速公路上面很少 所以这点我是不赞同 所谓的高速公路限速的 还有绿党领导人的提出了第三点 因为是要保护环境 保护气候 所以他认为农业要服务于气候保护 也就是你农业做什么 干什么 都要考虑到气候 我非常不同意的 第四点 他认为要引进所谓的气候关税 也就是说今后 比如说从中国进口某种产品 那么就会征收一项气候关税 比如说生产这样一个手机 会产生多少二氧化碳 按照产生的多少来征收所谓的气候关税 这点我觉得虽然这种想法比较超前 但是怎么量化所谓的气候成本 接下来就是难民问题了 难民在德国还有在欧洲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 是一个主要的话题 而难民在中国可能是一个边缘的话题 对吧 不重要 可是在欧洲非常重要 主要是地缘 因为欧洲和中东是紧爱者 是邻居对吧 还有和非洲也是邻居 所以通过地中海 还有通过中东那边过来的难民 非常多 其实在这里说的难民要打引号的 大部分都是经济移民 不是难民 真正的难民 他来不了德国 没有那个钱 而这些人经济移民 他首先要凑齐一大笔偷渡的费用 或是给舌头的费用 而普通人没有那个钱 特别是在很穷的国家 你怎么拿得出几千美元 或是上万美元呢 根本不可能 所以都是有头有脸的 或是稍微经济来说 在当地属于富裕的人 才有能力偷渡 所谓的偷渡来欧洲 党派或是他候选人认为 要实行宽松的 欧盟统一调配的 接收合法移民的政策 而且要提供合法的慷慨的配额 成立海上救援任务 对此我认为是一项非常错误的决定 目前德国还有欧洲 还有其他一些国家 一些人背后有教会 也许有教堂的那种教会 还有NGO 这救援任务后面都有这样的组织 一个是教会一个NGO 他们购买大型的船只 开到地中海去 干嘛呢 去打捞那些 乘橡皮艇的 乘小船偷渡来欧洲的人 我们正常一个中国人想起来 这么脑残的事情 怎么会去做呢 就好像本来门外就有小偷了 对吧 你本来你的门是关着的 但是你出于圣母的心 然后你看着觉得他们小偷太可怜了 我打开我的大门 你们来偷我家的东西吧 就这样 像这些人 这些NGO的人 他们开着船到地中海去 而在德国在欧洲 这些白左门 还有这些NGO的人 他们认为他们做了 从道德来说 是占领制高点的事情 他们认为他们是圣母 他们认为他开船到那里 是去拯救受苦受难的人 欧洲这些白左 还有这些NGO 把这些人称之为难民 刚才我说了 其实他们很多人都是经济移民 而且是偷渡的移民 本来目前在欧洲 现在德国移民就非常多 有很多也非法的移民 2015年 当年默克尔把国门打开 当时一年就接受了 德国是8000万人口 对吧 接受了100万或是更多的人 这些所谓的中东的难民 想想看8000万 100万这个比例有多大 对吧 我算一下 德国的人口是中国的大概16分之1 17分之1 如果德国接受了100万 就相当于中国一年接受1700万 想想看有多少 所以对德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自从移民进来之后 德国各方面我认为是已经恶化了 比如说像治安 还有德国本身 整个社会 对政治的不满还有失望 另外一个我一直说的 我从前年开始 我做这个频道开始 我就说了 德国还有欧洲今后 绝对会绿化会斯坦化 因为所有这些进来的所谓的难民 还有现在所谓的移民 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某个教的人 跟欧洲这个宗教是格格不入的 你说如果是按照他们的生育率 另外他们本身很难融入欧洲这种文化 他们本身的排斥不接受 但是又住在这里 然后又生一堆 一代人或者两代人之后 这人口的比例就会翻转 假如每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没有改变的话 他手里拿的 如果他有选票的话 他有这选票 今后你说欧洲能不斯坦化吗 每一个人都知道 但是就是白左门他不愿意相信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位候选人 他的外交政策 他认为应该加强欧盟的能见度 因为特朗普原因 美国从世界舞台很多地方消失了 也就形成了所谓的真空 所以这位绿党领导人他认为 不能够让专制国家 比如中国他点名 中国俄罗斯土耳其乘虚而入 从他这句话分析在政治层面 如果他当选总理的话 今后跟中国打交道 可能会有一些麻烦 毕竟我认为他像很多白左一样 认为中国是一个很困难的 独裁的解恶的国家 所以很多方面可能会跟中国对着干 所以从这方面的分析 我认为如果是他当选德国总理 中德今后的关系 我认为没有现在跟默克尔的中德关系好 其实现在如果是考虑到德国外交部长 他是特别反中的一个人物 其实现在中德关系也并不是特别好 今后如果是他当选 我认为关系还会倒退 还有这位候选人 他认为北溪二号 不应该用俄罗斯提供的资金来修完它 因为现在还剩下大概5%到10%左右 对吧 现在应该还剩下最后几十公里吧 快修完了 是俄罗斯成立一家公司提供的资金 因为是由俄罗斯来接手把它修完的 但是这位绿党领导人认为 北溪二号不应该修 不应该得罪美国 另外小伙伴们可能你们知道 在德国驻有美军 目前大概有3万5 当时特朗普在位的时候 他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从德国撤军 好像要撤1万5驻扎到比如说东亚日本去 或者是到波兰去 因为波兰请求了 但是这位绿党领导人认为 美国应该撤走他的核武器 但是不撤走军队 所以我这样推断 绿党的领导人认为 美国应该继续在德国驻军 但是他的外交应该跟美国不会走得特别近 因为欧洲现在不仅是德国 其实法国也一样 目前欧盟其实就是德国法国在领导 既然现在德国法国这两个最大的国家 认为欧洲今后应该自我独立一些 不要事事都要跟着美国走 也就是欧洲强的要自我解放 我认为如果他当选的话 德国的政治和欧盟的政治会越来越独立 所以无事事都跟着美国走 从目前的态势来看 欧盟还有德国不会一味的跟着美国走 来反中遏制中国 应该是一码归一码 比如说今天这个话题 这个主题牵涉到政治的 要跟中国的合作 但是牵涉到人权的话题 可能又会跟美国合作 但是绝对不会欧洲紧紧跟着美国走 这样的日子已经不存在了 从布林肯上次来访问欧洲就知道了 他没有得到多少好处 目前我觉得紧跟美国的 跟得非常紧的就是五眼联盟的国家 再加上一个日本 说到德国纪念大选 我又不得不说默克尔政党 现在的新党魁叫拉赦德 他的政治其实跟默克尔非常接近 但是我觉得拉赦德这个人 我看了他的生平简介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 也就是这个人他没有什么轮廓 应该是属于一种没有特别过人能力的人 我认为没有自己的主见的 所以他政党的得票率那么低 与他的个人魅力有一定的关系 我觉得他没有什么个人的人格魅力 施政能力肯定一般 目前他是我们州的州长 其实我很少去关心他 因为确实我觉得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东西 拿不出政级 所以综上所述 像绿党这人 我是不赞成他的政治理念的 但是CDU基敏蒙这个人 我也不赞成也就是在所有烂苹果当中 如果到时要我选一个不太烂的话 我还是不知道选哪一个 所有对我来说都是烂苹果 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因为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能够胜任 德国总理这个工作 而且我认为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德国政客 他的能力能够达到默克尔这个高度 所以说了在所有烂苹果当中 要选个比较不烂的 叫我选我也选不出来 德国8000多万人口 我认为找不出任何一个适合当德国总理的人 是不是特别可悲 不过情况对我来说就这样 真的非常难 没有合适的 看吧 看看9月份到底怎么样 天要下雨 能要加人 倒是如果德国真的选了 白左极度白左的绿党的人上台 我认为对德国可能是个灾难 反正我不是绿党的选民 为了怎么样 我们只能够拭目以待了 好 今天话题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想法请在下面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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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